欢迎你收看今天文钱的世界周报 以色列最近发布了最新的消息 他们在当时10月7号死亡的人数 再度的上修 从200多人变成300多人 可是外界有些媒体就报道 一秒钟就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加萨所杀的人 已经超过了12000多人 而以色列最新的消息是 已经正式地宣布 要挥军南加萨 这个跟刚开始 他告诉北加萨的人说 为了人道 请你们逃离到南加萨去 完全不同 他北加萨已经从他宣布到现在 用不同的方式轰炸了41天 尤其是前一阵子 几乎是一分钟几百枚的火箭炸法 几乎炸光了整个加萨市 连医院也都没有放过 而这个状况里头 他相信还有哈马斯的人 那当他在北加萨 找不到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也找不到他们想象中的 一个所谓的武器的 主藏地点的时刻 他决定南下攻打南加萨 赶尽杀绝 他要杀尽所有的哈马斯的分子 过去我在文献世界中 曾经为大家解释过 从国际战争法来说 不要说他打进去 而施法的西法医院 是违反国际战争法 他对于哈马斯赶尽杀绝 也违反国际战争法 因为并不是所有哈马斯的人 都是参与10月7号 恐攻以色列音乐纪的人 可能只有少数的几个 commander就为指挥官知道 而以色列在战争开始的 第二个礼拜 就把10月7号的指挥官给杀了 后来又杀死了 哈马斯的第二号人物 但他现在要铲除 所有的哈马斯的成员 那什么叫做哈马斯的成员呢 是只要看起来可以成为军事 看起来像soldier 看起来像士兵的巴勒斯坦 年轻人都算哈马斯呢 这是很难辨认的 所以他一定会滥杀无辜 他现在准备打到南加萨去 而他虽然在联合国 通过决议美国的压力之下 他同意每天 有两辆车子的燃料可以进去 同一个时间 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在周四周五所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 他所打下来的火箭 又开始是密集的火箭 一直打一直打打北加萨 他一方面同意你说燃料进来 可是他打的火箭 烧毁了加萨成交的一个最主要的水处理厂 这是清洁用水 已经快要完全没有 大家都在找地下水 地下水在当地是很咸的水 以前只有驴子 一些野生动物在喝的水 在这个状况里头 他把当地最重要的一个水处理厂 又炸毁掉了 供水的基础设施 受到又最新的一个破坏 所以他避免往人道的方向走 他给了两台车子可以进入 但是同时又炸毁了水的处理厂 同时挥军南加萨 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说了一句话 以色列可以这样为所欲为 他的做法 不是西方跟欧盟所相信的人道 可以同意的 土耳其的总统埃尔端 过去他讲的话 没有人觉得他的话 是一句政治的话 他说出了一句话 很多人觉得是政治 以色列可以这样唯非作代 唯所欲为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你美国跟西方国家过去 他也支持他 我们的商人 也是有损糕上的 就是 魅力选择 尽了 阿尔贼 尔治 misleading 警察 摇曼 尔治疗 治疗 尔治疗 罗 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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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醫療和醫療的工夫 亞洲的防衛支援 沒有人要離開 他們說醫療要求他們 幫助他們要離開 我們為他們要離開 醫療的階段 然後往南南南 沐瓦西的地方 是安全的地方 讓人們離開 然而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 在數百名加薩人 揮著白旗逃離西法醫院的路上 以色列坦克都已經開過來了 換作是你 你還敢留下嗎 西法醫院已成為一個爆發點 過去三天 以色列士兵闖入西法醫院大樓 聲稱醫院下方有 哈馬斯軍事指揮中心 但是薄弱的證據 令以色列面臨越來越大的 國際壓力 世衛組織表示 如果沒有重症監護救護車 西法院內的重症患者 不可能轉移 聯合國18日的最新統計 自11月11日以來 西法醫院至少有40名患者 應停電死亡 其中包括4名遭產兒 然後 西法醫院大樓 They saw that there were no one and they would be safe from the fighting But in the early hours of Saturday morning Two UN run schools in the Jabalya refugee camp in northern Gaza were hit by missiles These pictures, filmed in one school at first light Show the bodies of people killed as they were sleeping Babies, toddlers, teenagers and women It's not clear whether this was an Israeli airstrike or a failed Hamas rocket The IDF has told us that they are investigating the incident The Israeli ground operation is picking up pace. Forces dropped another round of leaflets ordering residents in the north to move south, where Israeli attacks are also ongoing. The south was supposed to be safe. Israel had assured Gazans, but it isn't. The city of Khan Yunis was hit by more airstrikes today. This one reportedly killed 15 members of one family. We are willing to continue and move forward. This thing happens in every place where Hamas is located, and it is also in the north of the north. Israel's siege of Gaza and the resulting humanitarian crisis has draw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Ten countries, including Turkey and South Africa, have taken diplomatic action. Dozens more, including Spain and Norway, have condemned the Israeli army's indiscriminate killing of Palestinian civilians. 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 这是纳坦雅虎的回应. Israel started to fight against the war. This is how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military. The milita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he military war will also ensure in the military war. The military war will not die. In this moment, 傳来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 原本《華盛顿邮报》報導, 说在卡达的过旋下, 以色列和哈马斯已达成协议, 用超过50名人职交换暂时停火古天。 最新消息是, 白宫发言人告诉路透社,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尚未达成协议。 距离10月7日已经43天, 240名以色列人职依旧生死未捕, 人职家属再也无法忍受。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抢救人职的各种推托。 花了5天时间, 他们从特拉维夫走到了纳坦雅胡总理办公室门前。 原本仅100人的游行队伍, 也撞到到了数千人。 在他的办公室, 只能复权到以色列的领导。 我们的首席协议长不在乎, 对不起, 他很久不在乎负责。 我们已经很久不在乎负责。 在过去的一年, 很严重。 在这些事件中, 我对不起, 尼泰尼亚乔应该回家。 尼泰尼亚乔要回家。 尼泰尼亚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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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的。